我請教一下易甫 我怎麼觀察這個週末這一場 罷免的選戰跟後續的政治效應 我覺得選戰 打到現在當然創下史上 大概最高紀錄 那些數字大家都談過了就不談 最主要到最後還是拉到了一個 藍綠對決的層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藍營裡面 包括朱立倫都說不要政黨退決 包括民進黨也說不要藍綠對決 但是最後他就是走向藍綠對決 這一對決下去的話 當然氣氛會比較高 但大概民進黨唯一沒有算到的 是可以投出七萬三千多的不同意票 因為國民黨也沒有算到 會投出這麼高的不同意票 所以這一個問題就形成一個問題 形成民進黨裡面的策略思考 熱與冷 就動員與不動員的一個戰爭 是我要奪命不會過 還是我要動員跟你戰 我可不可以簡單的講大白話 你很熱很激烈很對立的時候 討厭民進黨的也會出來投票 那當然討厭國民黨討厭炎家的 也都有很高的投票意願 所以你的哪裡的表態率最高 就是選民裡面表態同意與不同意的 竟然是在殺戮 對那殺戮就是炎家的大本營 那就形成一個 就是你剛才說的 反炎家跟挺炎家 在殺戮裡面的一個對決大戰嘛 所以那一個地區的表態會比較高 那烏日向來就是民進黨的強勢區 所以這場選戰其實出多因素會合了 但最終藍綠對決會拉高兩黨的投票比例 所以藍綠對決創造了這一場選戰的這麼高的一個紀錄 當然你往下走的時候 剛才創下也談了 其實往下走最重要的一站絕對是公投了 絕對是公投 因為你另外兩個案子 唯一一個案子比較可以併到公投的 就是剛才講的林昌佐的案子 因為他的40天第二階段的審查 那個連署人的審查40天內 所以他的時間剛好落在11月18號是最後期限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 中選會你要怎麼決定 如果你真的民進黨掌控的程序是 我要跟他併 他可能明天就跟你宣布說我成案了 然後就可以準備罵 如果他不想的話 他就跟你拖到最後一天把他往後延 所以這一個程序是延 但是如果併在一起有一個好處就是 罷免林昌佐的起因最終 不僅是嗆化還包括疫情的問題嘛 那疫情的問題3加11諾富特桃園的事情 如果單獨讓他罷免 他可能會形成一個防疫的一個重大議題 那變成民進黨必須要下去戰嘛 但是如果你把他併到公投裡面有一個好處 這些議題全部被淹掉 然後如果我是要跟你打動員戰比 不像台中一堂開始就我就是要跟你動員比我壓過你不同意壓過你的話 那剛好公投大家都要動員啊 對大家都會一個動員戰嘛 所以他會被淹進去他可不可能合併了 我看法比較跟那個創下一樣他有可能合併了 他有可能合併了 那公投當然最終的公投大戰 其實規定的那個四分之一已經沒有意義了 為什麼說沒有意義啊 因為國民黨已經開始 智庫跟黨中央都已經在開始規劃 以及要結合立委議員要在地方發酵 那民進黨你從蘇貞昌講公投 你從發言人講公投 你再到立院黨團的總召講公投 可以看得出來都說要投下不同意票的時候 他就是告訴你一件事 我不跟你打冷戰了 我要試圖用不同意票壓過同意票 那這樣四分之一就沒有意義了 因為你單獨無過 我不動員我打冷 對 如果我不動員我打冷 你四分之一才有意義 當我兩邊要打起來的時候 他是一個全國性公投 其實打到最後四分之一會變成沒有意義 會變成比票多 那大家就來比票多 那如果全國性的公投 有幾個議題事實上都是有爭議的 比方說反萊豬或者核四 好 那萊豬喔 就我們過去閱讀過相關的民調 反萊豬確實是一個強勢的議題 因為他相對過半的比例是蠻高的 可是民進黨如果要動員不同意票的話 民進黨在大選裡頭的票源喔 事實上是大於藍的 你怎麼觀察這幾個議題 最後可能的結果跟攻防 我覺得比較有可能裡面激烈性 可能公投會過的一個是萊豬 一個是第三接收 我覺得這兩個 就是藻礁那一個 對 至於說核四跟這個公投法當權 他比較屬於政治性的東西 所以政治性的東西打起來 可能藍營會稍微吃虧一點 但是反萊豬這一個問題喔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我們都知道嘛 這是2020年8月28號 蔡英文親自在總統府開記者會的 這個是蔡英文主導的政策 如果被否決 那大家就要試圖想一想 會不會進入後蔡英文時代 直接進入後蔡英文時代 如果被否決蘇貞昌被倒閣 然後蔡英文提早敗咖嗎 對 那那就這樣走啦 那就提前進入後蔡英文時代了 那這一個案子 如果否決又連動到明年的選舉 因為事實上2022喔 這個地方首長也有選舉 他是一個全面性戰役的話 他當然對2022的選舉 會造成全面性的影響 如果是民進黨 如果在兩大議題 我覺得指標是兩個議題 就是藻礁跟美豬了 當然美豬 如果美豬挫敗 那這一場選戰波及到2022年的話 那國民黨相對穩定 但是我覺得 我比較看有趣的議題 其實是第三接收戰 為什麼第三接收戰 他本身的規劃是在桃園 桃園觀音那一邊 那我們看2022年 我們向來看地方白蟻喉的選戰 我們評估勝負 大部分是從直轄市 接下來是縣市 然後接下來是議會 我們是用三個程序看 第一個先論輸贏 四論直轄市 那 新北市的侯友宜跟台中的盧秀燕 我相信大家都沒有意見民進黨拿不下來 高雄跟台南 我相信大家也不會太有意見 國民黨拿不下來 對 所以工房在桃園 對然後台北呢 本身兩個都不是 藍綠都不是 那誰拿走 那決勝負就在桃園 桃園變成重中之重 那剛好藻礁案在桃園 對藻礁還有一個非常有趣 他的環評 差異分析的時候通過 是在2018年誰當行政院院長 嗯賴清德 哦 啊第三接種站的地方是誰執政 嗯 鄭文燦 對 然後國民黨內有益於2024大位的 朱立倫當過桃園縣縣長 所以桃園 所以大家都要站這裡 你無論說直轄市論輸贏 先不論內涵 桃園要算進去重中之重 你的那個第三接種站呢 全部的焦點又都集中在桃園 對 當然你說那個 護藻礁的群體裡面 都曾經拼命過鄭文燦 你當初選舉跟你後面 護藻礁的落實等等的問題 結果你看下去裡面 民進黨未來最有可能競爭 2024的兩個接班人 都在這個議題 都在這個議題 然後未來要站的朱立倫 也曾經在桃園縣當過縣長 他現在是黨主席 這個戰爭又能不能讓他 在國民黨內乃至於在社會聲望上面會不會提高 因為我們都知道嘛 朱立倫最倒楣的一件事就是 頭頂上永遠有個泰山壓頂就是侯友宜嘛 侯友宜的民調什麼就一直壓著他嘛 所以他能不能突破讓侯友宜這塊石頭拿掉 公投是一個一大步嘛 所以如果公投勝利就是朱立倫勝利 那如果公投被否決不同意了 那怎麼算賴清德跟鄭文燦的賬 這一個就比較麻煩啊 就是說因為我們知道在10月的時候 又提出了一個修正案嘛 就藻礁的修正案又要說嘛 又往外推嘛整個案子 10月的時候當然他要求補件還沒有過嘛 那民進黨一直在對藻礁這個案子 一直在提出修正替代方案一直在修 一直在修希望造成衝擊最小 那賴清德或是鄭文燦 其實這一個案子 如果到達他們要選2024等等 最簡單一句話 他們光走到桃園浮選 大家問他這個問題 就2022年浮選 大家問他這個問題就已經夠嗆了 不管過與不過 夠嗆了 那你回過頭來看一件事 就是申奧電廠 申奧電廠是2018年的3月15號通過的 環評通過 2018年年底選舉到了10月12號 B的行政院賴清德 都不得不宣布申奧停建 申奧停建嘛 那接下來就是如果說是過了 當然你就要遷移其他地方 沒過的時候 如果這一個的效應會影響到 2022年的年底大選成為一個 勢力消長最關鍵的話 會不會重演另詢他地 或是暫緩劍等等的問題 你從申奧的案子上面 去可以看得出來民進黨是可以在選前的時候 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 那這個事情是停建或是暫緩 或是再評估什麼都可以 但是暫緩的話 台灣可能就面對一個很大的缺電危機 今年全球冬天都有能源缺電壓力 我們看到中國成天在限電停電 然後現在漲電價 然後全球的天然氣價格大漲 漲到英國的通膨都創新高 漲到美國今年冬天的天然氣取暖的價錢都漲 然後將來如果是藻礁接收的話 在台灣內部要嚴肅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能源價格都要漲 我覺得在政治上它不重要 為什麼 最簡單的一件事 你藻礁裡面是2025年2026年才會啟用嘛 這個天然氣如果現在蓋的話 它原本是2025年又往後延了嘛 那現在的是我要先過這一關 我這一關過不了 我可能後面連續的反應是可能會很慘 所以我先把這一關過了再說 我這一關過了 我才有可能去想下一步嘛 我這一關不過 我可能骨牌效應是接下來後面 如果臨場左過是補選擺在後面 那骨牌效應一路倒下去的話 那對民進黨2020年 甚至於波及到2024年 所以他這一關要先過 在政治上我覺得 因為我比較跑政治 我覺得在政治上 你不能排除他任何可能性 因為他先要在政權什麼穩定下來 先拿回來 先是穩住以後 我才能想下一步 當我這一步都沒的時候 我還想下一步幹什麼 所以我覺得任何可能性都有 否則你不會看今年10月了 12月要公投 10月還在弄那個環評的替代方案 還一直要搞這件事情 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是就是希望要把它降下來 把這個溫度降下來 他們也知道這一個的嚴重性 可能公投過了 對他們在政治上 或是在未來發展上的影響性 否則你看10月了 他們還在做這件事 為什麼 為了就是要降低效應 好我們稍後回來